自陈小春带着儿子Jasper晨应结上,爸爸去哪儿,后,一家三口的可爱互动更是吸引了大批粉丝喜爱。 Jasper有着和虎爸虎妈陈小春和应彩儿迥然不同的暖萌性格,萌化了不少电视机前的姨母心。 应彩儿陈小春2010年结婚至今,只有Jasper一子,如今Jasper已经长成一个小大人了,痛时也曾透露过想要个妹妹,对于Jasper的愿望,网民也表示十分期待一个暖暖萌萌的妹妹诞生。 据EtoDay星光云11日报道,应彩儿PO出和闺蜜邓丽新的合照,两人穿着同款但不同颜色的帽T,他还搭配一件绿色宽松长裙,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臃肿,说道,这是一则广告,还没有收费,也没有送我一件,虽然是一篇替好友宣传服饰的发文, 但有眼尖网友发现,他的腹部疑似有些隆起,浑身飘出浓浓韵味。 照片EPO出,立刻引来一票网友留言关心,有妹妹了,这是怀孕了吗?这是不是肚子?又有了啊,肚子,但也有人认为只是服装版型问题,应该跟怀孕无关。 事实上,应采儿多次透露了自己二胎想生女儿的心愿,日前和老公一起接受专访,面对网友的各式提问,不免被问到夫妻俩生二胎计划准备的进度,他先娇羞地说,秀,可以准备啊。 一旁的陈小春才刚准备接话,上礼拜,没想到,话都还没讲完,他竟然就自曝,上礼拜准备了一下,而排原陈小春的原话,他其实是表示,上礼拜儿子说了想要妹妹,让他认真考虑了生二胎的计划,一旁的应采儿更透露。 Jasper近期常说想要妹妹和弟弟等话,他最后更逗趣地说,所以我觉得加油吧,网友也被夫妻俩直率,逗趣地互动笑翻。